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顧德投顧林鴻相 歡迎收看贏家應對 今天是3月6號禮拜二台股 今天大漲 今天大漲白點 大漲141點收在10784點 亮了1107億元 好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台股拉出一根中長紅 事實上今天對我而言 我個人今天比較高興的是在於 4432的等我一下 冥望時今天拉出一根漲停板的股票 好那並不是因為冥望時今天在低檔 拉出一根底部中長紅 所以我很高興 而是在應該是說 從新春看完房告訴大家 今年我看好在2018年6月的世界盃足球賽 好那世界盃足球賽 我們看好是房子類股 那當然就是在如虹 如虹是這個族群的股王 好我告訴大家我的選股邏輯好了 長一定是股王開始動 一定的因為股王有基本面 但是當你股王動的時候 可能只是因為你的基本面好 所以帶動起來 但是如果你股王動其他的 其他的紡織類股也跟著動 甚至這一波最弱勢的冥望時也跟著動 那代表整個族群都被你帶動起來 都被翻揚起來了 當整個族群都被帶動 整個族群都被翻揚起來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很大 所以有空的話 你可以去想兩年前的雙鏡頭 兩年前的雙鏡頭整個帶動起來 你去看這些光學鏡頭 整個都不要翻天 邏輯價格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開始來今天的解盤 各位親愛的投票 台股今天大漲百點 好那關盤重點不是在台股 因為關盤重點是在美國股市 道瓊漲了300多點 那是打漲了70幾點 如果你不健忘的話 在上個禮拜五 好上個禮拜五美國股市收黑山兵 那我們在節目中告訴大家 我說賣點跟買點 只是在一線資格而已 你利用聯準會主席 巴爾的言論 鷹派的言論產生賣點 你用川普他要關稅戰爭 然後產生賣點 我個人覺得這個邏輯架構 不是很正確啦 說真的啦 我在這邊我知道很多人 會來看我節目 好那我想跟長期看我節目 這些投資人去講 我自己在股市裡面成長的經驗呢 一般而言 股票的買賣空補點蠻好學的 說真的不會很困難 而是在當下你如何去判斷 你如何去知道這個買點是真的 還是人家在誘多 你知道這個賣點是真的還是人家在做有空 就像當初我們告訴大家的 這是道瓊 分析過程中由大而中再小 我回來從二月二十一號回來 今天三月六號 所以我們今天是五天了 二月二十一號到今天三月六號差不多啦 這兩個禮拜我的思考邏輯架構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分析過程中由大而中再小 我們告訴大家 我說美國股市有基本面 所以它不可能形成V型反轉 它已經會做出反彈逃命波 形成一個M頭或三尊頭 費城半逃底來創新高 創新高就是多頭 這是NASDA做反彈 這是道瓊做反彈 黑三兵這個你驗證 所以這不是我們焦點 再來我們看台股 我說台股它有兩個走勢 一個是反彈到0.618之後 它能夠打出雙重底在上 或者它直接攻都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後來這邊出現十字的變盤線 十字的變盤線 我說它會走哪一種我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 你可以用這個K棒的高點 跟這根K棒的低點去做判斷 如果它跌破這根K棒的低點 就會往下殺 如果站上這根K棒的高點 就會做軋空再走一波 禮拜五台股的開盤價 禮拜五的台股的開盤價 有站上收盤價沒有 我說開盤有但收盤沒有 但是期貨都有 昨天開盤價有站上 但收盤價沒有 我說必須用今天再來做判斷 這個低點10709.69 10709.69 今天開盤價多久 今天開盤價 今天開盤價是10711.15 所以今天的開盤價已經站上這裡 開盤價已經站上了 收盤價也站上了 所以今天拉出一根中長紅 所以如果明天或後天 沒有兩天打不 沒辦法再破這裡 那它就有意圖去往上做挑戰 但是也不用看得很樂觀 我們曾經告訴過大家 告訴大家什麼 我說這一波有殺傷力 等我一下 這一波有殺傷力 所以這邊有套牢賣壓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這邊買的 你反彈這邊 你要稍微適度賣股票 先講好 如果這邊你沒有股票賣在最低點 那在這邊我跟我的家族朋友講一下 我記得在這一天 這一天我們告訴你的恐慌性 數值最大的那個看盤技巧 請你學起來 那是很多年你才會經歷過一次 就是說你看到道琼跌一千點 你當大家都在賣股票的時候 你如果如何很篤定 那個就是人家在賣股票 你不能隨便砍在最低點 它會做反彈逃命波讓你賣 你如果很篤定 我們教你的那個看盤技巧 請你把它學起來 以後如果說真的 股市可能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五年後 你還會遇到那種不知名的利空 那我希望你那個看盤技巧 你可以把它靈活運用 條例說生命不要白白去走一招 如果這一波它有殺傷力 那反彈起來這邊它會震盪 就像道琼一樣 就像那斯達一樣 所以這邊你買的 你可以適度做高出 高出低肩再坐上去 聽到意思嗎 所以明後兩天大概可以知道 台股的走勢是如何 如果手穩的話 明後兩天台股這邊如果不破 那你就要高出低進來回操作 那如果跌破 它就會讓它回打第二隻腳再上去 聽到意思嗎 好買什麼 買什麼仿制類股 我們就不用特別去講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想 只想跟大家去聊 我知道近期的比特幣的挖礦很熱門 所以市場幾乎大家都在講 比特幣比特幣挖礦概念股 我不能說它錯 只是它沒有M 我不會去買 我常講一句話 要買到就糟糕了 那不是我的菜 原則上我比較喜歡買WD的個股 三同底的個股 這個沒有對跟錯 那只是每個人的選股邏輯而已 好 我還是想利用 這個 這檔個股 3008大力光 去跟大家去講 引申出某些的看法 大力光最高點來到6075 6千塊 市場把大力光目標價 調高到7千塊 結果呢 結果又多啊 畫一個天方夜譚的目標價 那市場認同之後就開始殺 從看7千塊 結果現在調高 調價目標價3千2 股價腰斬 很狠齁 目標價4千 之前告訴你它上看7千塊 結果現在要股價目標價腰斬 3千2 3千5 那不是典型的 典型的在坑殺人家 一般投資大眾嗎 好 我利用大力光是要跟你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 這裡 一兩年前雙鏡頭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光學鏡頭乾淨股 應該是去年而已 一年多前 雙鏡頭 有印象 從這邊標到這裡 雙鏡頭 好 所以整個族群一起帶動 那個力量才會大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對明望十大初一跟底部 亮燈漲停我很高興 因為代表我們告訴你的如虹這個概念 他是正確的 告訴大家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 這個概念是正確的 因為整個族群被帶動起來了 好 剛才我們用大力光要跟你講 第二個目的 第二個理由 今天我看報紙 二月營收很多公司都公佈了 今天3月6號 好 3月10號之前 上市貴公司必須公佈二月的營收 當然二月的營收 工作天數比較少 所以二月的營收往下當 是合理正常的 我們還是那句話 你應該把一月二月加起來 跟去年的一月二月同時做比較 今天我看到報紙 他說大力光可乘GIS 平概股 大力光可乘GIS 二月份的營收都大幅的下降 合理接受 那市場現在告訴大家 智慧型手機 高階智慧型手機 成長已經遲鈍了 這個言論應該是落後我們半年一年了 所以這就不用再談了 好 我今天想告訴大家的 江山帶有財人出 各領風燒數百年 如果高階智慧型手機賣不動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產業串出來 去填補這個動 現在市場最熱門的 就是在比特幣 我還是那句話 我不是很認同 因為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央行 不會去承認比特幣 既然全世界的各個央行 不會去承認比特幣 你說它要多麼興盛的發展 我個人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跟你講真的 老師 你不能因為你的偏誤 你的偏誤所以你就不喜歡比特幣 不是這樣子 貨幣 貨幣是一種工具 那是一種國家控制 一個所有權 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 不管是美國也好 英國 德國也好 台灣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任何一個國家 不可能把它的政府 控制的貨幣 你就把它想成貨幣 這樣子講好了 貨幣 食物 沒錯 貨幣 食物 或者軍隊 那個都是要形成一個國家 它去掌控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工具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的央行 不可能把它的工具 把它放棄掉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要跟大家聊什麼 我要跟大家聊的是說 當這型手機它成長 它沒辦法成長的 那一定有一塊產業把串出來 就目前我能夠理解的 就是在汽車電子這一塊 汽車電子包含很多 不管是無人車也好 或者是無人駕駛也好 它都是在廣方性的汽車電子 其實觀念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的量夠大 你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一年賣汽車 就已經將近兩千八百萬台 三千萬台了 你要量足夠大 你才能夠撐起全世界的消費 那每個國家都有汽車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在福祉汽車工業 所以那個量才會大 也簡單說 就是說 汽車概念股請你有空 稍微看一看 已經在純純易動 不知不覺可能長3% 4% 5% 大有人在 這也就是我們告訴大家的 當通膨 不這樣講 你覺得通膨比較好還是通縮比較好 通膨比較好還是通縮比較好 一定是通膨比較好 通縮你就準備二肚子 通縮就是每個人找不到工作 每個人都不想支出 你就是22K 你22K的時候你會去消費嗎 不會啊 你連看電影 你22K的時候你連看電影 唱KTV出去玩 你都不會去消費 那是最恐怖的 真的啊 通膨代表大家有錢啊 我願意去消費啊 講比較現實一點 網路有一則笑話 但是這一則笑話 事實上是很可悲的一則笑話 中國大陸大媽 中國大陸的大媽搶黃金了 搶黃金了 以前那時候黃金在漲 你看那些中國大陸的這些大媽 買黃金買那金條一次 一公斤的好像都不用 就是都不很心疼啊 不眨眼了 中國大陸的大媽在搶黃金了 台灣的大媽在搶衛生紙了 你會覺得說真的 那就是有點可悲啊 好 我繞了一圈是想跟大家去聊的 我一直為什麼一直提醒所有投資朋友 從新春看完盤到現在 通膨它一定會去影響你的食衣住行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當你肚子吃飽了 人其實應該這樣講好了 人的慾望是無窮的 你還沒吃飽的時候 我只要肚子溫飽就可以了 吃泡麵吃吐司就可以了 當你吃得飽的時候 你有多餘的閒錢的時候 你就會想去消費去娛樂 去看電影 去看演唱會 去唱KTV 出口玩 好 或買車子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但是會不會買房子 不見得 我跟你講真的喔 你薪水從22K變30K 不代表你有能力買房子喔 沒錯 不見得因為房子一動就一千萬兩千萬起跳 不見得你有能力買房子喔 但是如果你的薪水 從22K變30K或32K 36K 因為我可以一個月多省一萬塊喔 那或者省五千塊喔 那我就想買房子 我就想買汽車啊 因為每個月的車代我繳得起啊 它不會造成我額外的負擔呢 所以為什麼汽車銷售量它 接下來你去看今年的一二月 報告已經出爐了 今年一二月的汽車銷售量成長 是百分之七點五喔 那觀念其實不是很難啊 最主要的是 很多人都在講一個概念 好我們來講一個概念好了 雖然我不是很認同這個概念 但是市場大多數的人在講 那我們就跟著講好了 很多人說買股票想看位階 很多人在一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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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叫他去買6150 漢遜 等我一下喔 你說叫他去買高位階個股 很多人不太願意去買 因為他不見得追得進去 像最近還有什麼印太吧 清雲吧都很狂飆 你告訴很多人去買這些個股 他不見得敢買 因為他覺得位階相對比較高 這不是我今天跟你討論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聊的是說 有時候你去看到這些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去講的 這是振興 這是振興 周線喔 你看他股價修正多久了 2106 建大 你看他股價修正多久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說 這波為什麼跌 因為要升息 所以要抽出股票的錢 往債券去投資 所以這邊股下跌 他就悄悄板 股票資金抽出來 往債券那邊跑 你啥意思喔 悄悄板 好 一樣的道理 如果資金會去跑 創新高的個股有人追啊 創新高就多頭啊 人氣股最旺啊 所以就是敢追 這是某些人他的操作邏輯架構 有些人他會去操作 高殖利的個股啊 欸現在1萬點了 這麼高 不然我去買殖利率概念股好了 6% 7% 套勞也不會怎樣 反正我還可以賺股息嘛 這也是某些人的操作邏輯 當然對某些人而言 他會去選擇 當大盤創新高的時候 是否有些價值被低估的 就像剛早跟你去看這些 原物料橡膠在報價了 振興跟建大輪胎報價也在調高了 或者是相關的汽車概念股 他也在低檔蠢蠢欲動的 一條會出齁 所以每個人操作的概念本來就 不見得一模一樣 找出適合你的就好了 那我的操作其實我從新春看板回來 就告訴大家 我操作邏輯過程中 我比較傾向在WD的個股 WD的個股也不見得他會狂飆 但是他會在打底的過程中 讓均線不斷的走平 當我的均線不斷的走平的時候 一旦我噴出去的時候 我的均線它就會形成助長的作用 它就會形成多頭排列黃金交叉 那個力量就會起來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只是在驗證 過去我們節目內容 而且不斷的去強化所有投資朋友 希望你能夠在股市裡面找到 找到你進股市裡面 那一個最單純的理由 好這個我要進廣告了 最近我告訴大家 我在看那個司馬懿 軍師聯盟司馬懿 虎笑龍吟 好我看完了 說真的我看完了 蠻多集的44集 蠻辛苦的 我記得我在新春看完牌的時候 告訴大家 你進股市裡面 你的一一動望 好司馬懿裡面有一句話 很重要 貫穿全局 一一動望 請問你進股市裡面 你一一動望的是什麼 只有你知道 就像你看司馬懿看到後來 你會覺得哇司馬懿 他能夠忍成這樣子 也不簡單啊 真的不簡單啊 你進股市裡面 你一一動望的是什麼 你能不能保持住 保持住你當初的那個 很單純的出行 好我推這個活動 是給我的老朋友 因為我現在回來不到兩個禮拜 好市場知道我的人 還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幫我 有9800轉發出去 我也蠻高興的 說真的 舉手之勞 如果你有9800想 9800想幫我轉發出去 我是蠻高興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表達是說 當全市場都在比特幣 或者挖礦的時候 你能不能找到你當初 既有的操作模式 既定的方式 然後不斷的去複製 當你能夠找到 不斷的複製的時候 你就能夠在股市裡面 往你想成功 或財富那一步 繼續去做邁進 好不好 大家一起共同 我們這個活動 我說到這個禮拜結束 所以今天倒數第四天 我這個人講話 不要直一點點 先小人後君子 希望你不要介意 四天之後 就沒這個價格了 四天之後 你也不要告訴我說 欸老師 我那個價格沒有了 就這樣子 遊戲規則先講好 那希望你能夠好好把握 真的 希望你在2018年 就如同我 新春開玩牌所講的 新的一年 祝你心想事成 有求必應 也祈求我們 更接近自己的 理想目標 那希望你在股市裡面 賺到錢 學到功夫 增加自己的 內在穩定度 就祝福你 操作順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我錄啊 謝謝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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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